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在这个新岭啊 在这个街头上 发现了一座陵墓 他这座陵墓非常的奇怪啊 非常的特别 他就在两街十字路中间啊 十字路十字路旁 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就是了 叫乌回宫陵墓南宋 乡亲大宝 是南宋的 一个大人物啊 乌回宫乌室的 是不是特别奇怪啊 为什么这一座陵墓会在这个街边呢 看一下这街边 一个交叉路口这里啊 特别奇怪 这是有什么寓意啊 乡亲乌回宫 这个宫辞 门是锁住的啊 门是锁住的 这家人 咱们是锁住的 刚刚刚这一 گ呐 我没有办法 他在家里的人 我不想 怎么了 没有 我没有 他没有 双人可以 去一种 和老祖宗 母沙 老祖宗 老祖宗 每次的祖宗我家里 怎么说 以前古老我做 古老祖宗 有多少年 有多少年 有几千年 有几千年 南宋的 南宋的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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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边 有大概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座陵墓 南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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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一千年吧 八百一千年左右 巫室的祖宗 这个 巫沙的 这个纪念巫沙也是什么 刚才听到的 哇 特别的壮观 在这个街头 这边两边都是卖菜的 卖菜的这些市民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奇怪啊 有知道的 有巫室的中心知道的 可以再评判说一下 谢谢 民伍内 count 五十八元